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CB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黑白黑童子和白童子 即是黑白童子 這兩隻港澳台服還未推出 不過沒關係啦 我只不過想提前介紹一下 究竟這兩隻究竟是甚麼 黑童子來說是相當實用的 我自己立一立來看 在這個港澳台服 港澳台服就沒有了 看看日後甚麼時候推出 做好這條影片 也是讓我自己日後重溫一下 OK 首先我們來講一個黑童子 黑童子 黑童子來說 我們先看看 為甚麼會先說黑童子呢 因為白童子好像沒有黑童子那麼有作用 首先我們看看他叫做黑童子 作為一個輸出的類型 鬥技的指數是五星 拆圖的指數是四星 這樣就相當好 無論你是玩PVP 又或者是PVE 他也是一隻相當出色的色神 還有攻擊來說 黑童子 這個攻略網來說是暫時最高的SR 還是SSR 總之是最高的輸出 看到他如果說覺醒去到四十就三三七七 應該還是不會太...不會去得到... 可能都是數一數二的了 不會去到第三第四那些了 生命是99812 其實也不差啦 防禦384 速度109 速度其實挺低的 爆擊也不算高啦 當然S也不算高啦 只是10%比較鬆 看看覺醒吧 覺醒技能連斬 連斬增強 即使他的鬼火技能更強 消滅敵人的時候 會追加一次沒有消耗的連斬 那一次傷害會減少40 即是剩下60 其實這招技能很簡單啦 覺醒後消滅敵人就會自動追加一次 你本身第三招技能 即是鬼火技 但是會減少40%的傷害 就是這麼簡單啦 我們來看看他的技能1 技能1就是普通攻擊 就是對一名敵人發起攻擊 對目標造成100%的傷害 該傷害波及波動呢 波動區比較大 那麼有趣呢? 不是很明白 到時候出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抽得到 再跟大家說說 波動區比較大 即是可能會打得多一點 可能會打得少一點 這麼奇怪? 我不是很明白 不要緊啦 我們看看這個 如果去到技能5也挺誇張的 5 5 5 25 25 其實是普通技 也不是誇張 是125的攻擊 技能2又是什麼呢? 那就好玩啦 反擊來的 這個應該是 好了 黑童子受到傷害時 有12%的機率 立即就可以使用連斬 不用鬼火 其實不止反擊這麼簡單 而且他還要連斬 對啦 只有鬼火技連斬 我們看看第二招 即是如果你被人打的時候 就有12% 立即就可以使用這招連斬 即是第三招技能 第三招技能其實也相當OP 那兩招技能就增加到14 三增加到16 五增加到20 那其實你如 升到他很高的時候 應該可以捱到很多下 OK 好了 去到技能3了 三點鬼火 對全體目標造成83%的傷害 每損失30%的生命 就會額外追加一段傷害 連斬消滅目標的時候 就會自動增加一次沒有消耗的連斬 也是我們剛才說的覺醒的最佳 對全體目標造成83%的傷害 其實就不算高 但是你令到別人損失了30%的血 他就會增加多一段 每一段又會增加 這招技能很有趣 這招技能應該要玩六伏的朋友才知道 我們就這樣看 我以文字的理解就是 如果你說對全體造成83%的傷害 接著對方每損失30%的傷害 就會額外多一段 那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你那83%的傷害 打到別人30%的話 他就會再打到83%了 應該是這樣 那就會一直這樣 嗯... 輪迴下去 以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希望也是這樣 其實你有什麼 他的陣容建議配搭就是神樂 神樂是這個... 陰陽師 配衛比獸 蝴蝶 蝴蝶精 還有毒眼小側 和兵勇 為什麼會這樣配呢 我們看看 對啦 對啦 替魂可以觸發這個黑童子的被動反擊 對啦 而這個毒眼的被動呢 就會加抵抗和反傷 而這個衛比獸就會被動回鬼火 對啦 那麼就... 蝴蝶精呢 只要奶就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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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回血就可以了 對啦 那就... 就是這麼多 這麼有趣的 他這個陣容其實就利用其他補血來... 還有一些防守型的類型的色神 可以幫助到這個黑童子 但是是全型... 即是全部輔助來幫一隻黑童子 那... 我想而知其實黑童子應該都是一隻非常之... 獨立和OP一隻夠了的 一隻色神 就這樣看起來其實也挺厲害的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說不可以跟焦濤用了 因為始終我都想真的到時抽到一隻... 呃... 黑童子 對啦 抽到一隻黑童子看看可不可以玩到他出來 對啦 那... 今天的黑童子就說到這裡 我們再來看看白童子 那... 今天最重要是說黑白童子啦 OK 那白童子其實大家都看到啦 鬥技指數2升 插圖指數1升 嘩...這麼厲害的 那... 就... 覺醒資料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應該沒有人肯練 對啦 我們看看他雞肋的技能先 如果是這樣 OK 白童子還是未熟練的用鬼火攻擊敵人 那一樣啦 同黑童子 那... 第二招技能就是不滅 叫做白童子消滅敵人的時候 就會增加一次罪罰白的攻擊 那...其實就是... 如果... 白童子殺到一隻的時候 就會可以打多一次攻擊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其實很多色神都有類似這種技能 就是... 屎鬼黑那些 那... 我們來看第三招 三點鬼火使用巨型的大包子 對敵方全體造成106%的傷害 那...就召喚這個... 所有的... 所有陣亡的單位的魂魄指... 就是... 猜疑男行動一次 那... 計成目標1... 計成目標1... 100%的攻擊 並被召喚 立刻使用普攻對於這個... 隨機目標進行攻擊 那麼有趣? 那... 你... 這一招技能是... 叫一個... 叫一個... 那... 人家全體造成106%的傷害 並且召喚所有的亡魂 以我的理解 應該是打別人啦 打不打死都沒有說清楚 最簡單 如果召喚到 換成所有陣亡的單位的亡魂 指南行動一次? 計成100% 即是可以令敵方定自己 說得那麼含糊? 看來這件事真的要再搜集 或者到了陰陽師 港澳台版出版 又試試能否抽到來玩 這隻既然似乎沒有特別的亮眼 被動殺死敵人之後 進行普通攻擊 沒什麼大作用 小黑還可以額外進行一次行動回合 大招太廢 目前來說 都不建議培養白童子 其實我們看他的大招 傷害真的偏弱了一點 106%的傷害 但是他那些都寫得很模糊 那不是太清楚了 白童子日後如果出版再說 始終現在還沒拿著手 說不到什麼 也沒什麼人想說這隻白童子 雖然他的攻擊力是去到S的 沒錯 又或者其實白童子也很厲害 始終這個港澳台服沒出 我自己真的無法判斷 OK 接下來呢 明天18日有個測試服 希望我...這遊戲 陰陽師出了一個測試服的地方 我不知道測試服有什麼特別好玩之處 他就說可以...有個新系統給你看到 那也都希望他可以幫助我 拍到更好的影片給大家 沒錯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左下角 登日畫面的介面左下角 其實就會看到那個測試服 對了 那希望大家就喜歡這條短片 那這條短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個LIKE 那如果想得到這個陰陽師 又或者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